欢迎您继续收看焦点 环境及水源部上个月更名为永续发展与环境部 显示政府将致力于推动永续发展的计划 作为四面环海的热带岛国 新加坡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 冠状病毒疫情蔓延 破坏了全球的食物供应链 也让国人意识到加强食物供应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焦点专访新上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 向他了解永续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在疫情过后 新加坡将会是一个更节约的经济结构 还有更有能力来应付我们这些未来的这些大环境问题 星期三8月26号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接受焦点专访 阐述了新加坡在面对冠状病毒疫情和气候极端变化的挑战 必须如何更好地在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等方面取得平衡 您接掌这个永续发展与环境部 有哪些方面的工作您是觉得要优先落实的 那永续发展它的名字放入我们的部门里面 主要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永续发展将会是我们部门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一在节约方面 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利用更少的能源和资源来做我们的经济发展 比如说我们都需要冷气 冷气方面是不是可以用更好的技术 同样的要达到这个温度 但是用更少的能源 这个就是在技术上要寻求突破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蓄水池上面 现在正在建造一个新加坡 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上阳光的浮场 以往来说我们的这个对蓄水池 是非常保护的这个态度 就是蓄水池是确保水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水上运动或者是在水上装置什么设备 我们都非常谨慎考虑 那如果我们现在在水上建造一个最大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浮场的话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突破 除了强调当局有必要在政策和技术上寻求突破 以便在能源资源可能匮乏的情况下 更好地应对国人对经济发展的需求 傅海燕也表示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目前的首要任务 是提升我国的整体公共卫生水平 并且将在半年内向国会提成修改环境及公共卫生法令 大家都知道这个冠状病毒对我们来说个人的卫生很重要 公共场所的卫生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的小饭中心 是新加坡国人大多数都用餐的地方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共场所 它的卫生程度我们还不满意 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大大的提升 在这个提升的过程 是不是只能够靠清洁工友 不断努力不停地清洗 或者是说我们用餐的人 也要尽一份的能力来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 这次的访谈在滨海堤坝 新加坡资源永续展览馆进行 傅海燕部长对原本枯燥无味的水坝设施 成为我国城市景观其中一个标志性建筑 流露出无比自豪 关闭疫情来袭之前 滨海堤坝绿色屋顶是人们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人们到这里度过周末休闲时光 也见证我国在永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其实永续发展这个概念不难理解 如果说我们以前新加坡河是拿来做贸易的 来做港口的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照顾它的卫生 把这些垃圾直接地丢进河里面 那变成河这个新加坡河就变成是一个细菌繁殖的地方 那对我们在上面工作的人员的卫生健康都非常不理想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难理解就是我们在进行经济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年轻人跟年长的一辈其实都可以很环保的 年长的一辈家里不难发现得到 他们把这些杯杯瓶瓶罐罐都保留下来 继续不断地使用 很少丢弃的 也不难看到他们对纸张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如果我们念戏部后面有一些白纸没用到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撕下来留下来来做这个草稿用 年轻人他们就对这个环保意识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他们对这些新媒体的掌握 可以把这些信息比较快而且大规模地来扩散出去 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变成是很有力的这个环保大使 傅海燕认为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 对永续发展和环保有不同的观念 年长一辈对新时代的环保用品不太了解 对环保的分类也需要更多的解释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借用年轻人的这些力量 把社会里面各阶层各年龄的层的经历都聚集在一起 让我们能够实现一些环保一些永续的这些政策 傅海燕部长在专访中也谈到我国去年推出的零废气总栏图 尤其是如何延长矢马高岛垃圾埋制厂的使用寿命 新加坡本岛土地有限 政府21年前在外岛建造了一个垃圾埋制厂 不过那里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填满 那下一段节目一起去探讨 15年后我们的垃圾该丢向哪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